政治焦點 被視為是民進黨二零二次 總統熱門人選之一的台灣市長鄭文燦 曾經在專訪的時候說過 他說他不能夠說他不動如山 但是心很定 從政要一步一步來 那麼這番話呢 被外界也解讀了 是不是有更上一層樓的打算呢 在今天總統蔡英文到桃園出席 農業機械資材展 那麼鄭文燦就跟在總統身邊 兩個人的互動成為了關注的焦點 總統蔡英文和桃園市長鄭文燦揮手打招呼 旁邊自動形成了一道人牆 民眾卡好位幾乎人手一機搶拍蔡總統 看得出來人氣紅不浪 總統除了想試推農機劇 還想坐上車 隨乎趕快上前組織 只能靠想像過過肝癮 而總統要市長鄭文燦站哪 鄭文燦就站哪 看哪就看哪 鄭文燦在電視台的專訪中 就被問到二零二四的總統大選 鄭文燦說我不能說我不動如山 鄭市長跟在總統後頭一溜烟離開現場 不過在上午總統還沒有來之前先解釋 那我的心很定 那我是屬於一步一腳印 雖然有些媒體喜歡炒作 那不過呢我還是認為這個總統做好總統的工作 院長做好院長的工作 市長做好市長的工作 而鄭文燦本來就和蔡總統有好交情 二零一年蔡英文憑總統大位時就可以看到 鄭文燦大力複選 而最近兩人同臺頻率高 不得不讓外界引發接班人下項 華社新聞城市亞 宋一章 桃園園報道 鄭文燦大力複選